三 如何理解把官身不敬的拳法匯入法華經的始法中 具體下手又要怎麼操作 又則拳法與始法同時操作時 重點要放在哪裡 這個試念处它主要是調伏我們對於五印身心的愛曲跟主宰 所以它的所言進在五印 比方說官身不敬 它的重點是所在這個色神 但是所在色神有問題 有問題 就是說你現在用不敬苦來喝著你的色神 那麼你用各式各樣的過失 用不敬相 用痛苦相來喝著你的色神 它的好處當然你對色神的貪愛就降低了 你對一次它的貪愛 但是它的後遺症在哪裡呢 你產生法治 你在你的心中 會埋下一個對色神應物的一個想法 這個地方對你未來是有障礙的 我們知道色神其實沒有錯 所以說佛陀四色方便 你要知道它要你厌禮色神的重點 重點是要你調伏你的貪愛 重點不在外見 它只是拖這個色神的厌禮 來調伏內心 這借鏡修心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沒有回歸到新星的時候 你過度地厌禮色神 那我請問你 你以後的生命有色神嗎 當然有色神啊 你說阿羅漢灰神明是 世界上有這個東西嗎 你看佛陀說的 涅槃其境 但以甲明子 因倒為眾生 諸位 五印通以死法界 沒有一個人沒有色神的 你到其他世界 你都還有色神嘛 只是那個色神莊嚴一點嘛 所以為什麼要把死法放進來 就是你的過度的操作啊 它留下你後面的後遺症 法沒有錯 但是你法上生直 所以我們在修佛法的時候 有時候問題就是說 明明它是個甘露 但是你把它操作成毒藥 那你不能怪佛陀 佛陀告訴你一個法 它本來是一個方便 它透過你觀身不靜 它的目的是要你 透過觀身不靜 它要你回光環照 調伏煩惱 但是我們有些人是 觀身不靜就討厭色神 那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所以為什麼要法寡 消灰猩猩就是說 你最好先回歸到一念猩猩 然後一念猩猩裡面 献出如夢如幻的色神 你再去討厭它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回光環照了 是這樣子的 所以為什麼要把死法 這個觀念引進來 就怕你產生法質嘛 借相修行 不是直接修那個相 我再講一次 五印只能改變 不能斷滅 其實我看到有些 进土中的人 他在燕尼索伯 我看他燕尼索伯的口氣 我聽得非常害怕 那個意思就是再也不回來 就是說你 你遲早要成佛 你幹嘛要把你現在的修行 變成以後的障礙 你總有一定還在回讀娑婆嘛 我們現在只能告訴自己 我們燕尼索伯 是一個過渡 但是如果你今天對娑婆 是產生一個很極端的思想 你以後要反轉這個觀念就很難了 為什麼阿羅漢他有上根下跟中根 就是法質的輕重嘛 三層共作卸脫床 但是回歸新興以後 那就建高下了 就是你因地的時候 你法質的輕重 到了回家以後 全部卸出來 所以我們寫法華經好就好在哪裡 就是說你在解脫的時候 請你把未來成佛之道的思想放進去 讓你未來是順暢的 對接是順暢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不回歸新興 直接操作觀生不敬 直接念離娑婆 我給你保證十個有九個會脫度法子 那你以後 你以後 往生前的事情 一聽到說博士人就害怕 那這個陰影你還是要面對 所以 從法華經的思想就是 你要先建立司法 一開始 按照法華經的思想 按照偶依大師的言頓的思想 未開言頓解 你沒有資格才修正 如果標準拿高一點 就你沒有回歸新興 你還在心外求法 你只能夠做兩件事 懺悔業障 積極质量 你還沒有資格談修行 因為你這個修行操作下去 對你來說是有傷的 那麼你一開始學佛的時候 先建立一個真主的平台 回歸到一念新興 所以你沒有對真主本性 成就聖解之前 以滑滑的思想 要把重點放這 等到你知道 眾生本據的一念新興 你就可以把重點放在拳法了 所以它是先使後拳 叫做趁性起修 所以重點就是 剛開始的重點要放在死法 那麼死法建立以後 你就要把重點放在拳法上 對峙 引導 可以把重點放在死法上 如果我可以把重點放在死法上 我可以把重點放在死法上